大家好,红枣别只会煮粥了,今天用红枣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。 不用油,不用糖,出锅后软糯香甜劲道。 早餐来几颗,比油条还营养还好吃,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我们准备400克大红枣。 再准备一只大碗,加入两勺普通面粉。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,下手把面粉搅拌化,开至没有干面粉颗粒。 大红枣上面有褶皱,这个褶皱又深又细,是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灰尘。 我们用面粉糊把它抓洗抓洗,这样可以把里面的灰尘抓出来,看里面有好多的杂质。 然后再放到流水下彻底冲洗干净。 最后再倒入清水,没过红枣。 让它在里面浸泡五分钟,五分钟后我们把它控水捞出。 放入大碗里,接着用厨房剪刀,像这样把果肉取下来。 全部剪好后,再把它剪成这样的小丁。 小丁不要剪太小,太小的话红枣味会不浓郁。 然后加入360克糯米粉,再加入300克纯牛奶。 先把它搅拌混合均匀。 纯牛奶我们不要一下子倒太多,这个比例就很好。 然后戴上手套,把它抓成团。 如果你觉得太干,也不要着急加牛奶。 因为红枣里面还会隐藏一部分水,如果实在太干,可以加入牛奶补救。 最后活成这样软硬适中的面团就行了。 然后把它揪一个和鸡蛋黄大小差不多的面团。 先放入掌心中,给它钻瓷实在,把它团圆。 然后放入蒸锅中。 而且每个之间还要留有大空隙,因为蒸熟后它会体积变得非常庞大,很容易粘连在一起。 冷水上锅,大火烧开,上汽后计时,再由大火转中火蒸15分钟。 现在已经蒸好了。 蒸好后满屋都是红枣的香甜味,打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。 软糯香甜劲道,而且还拉丝。 特别的香甜,红枣味非常浓郁。 糯鸡鸡的非常好吃,吃不完的我们可以放一遍,让它自然冷却。 冷却到不烫手的温度,我们用保鲜盒把它装起来,然后放入冰箱冷冻,保存三个月都不会坏。 视频中给出的比例是大分量的,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家实际情况来决定。 喜欢就点赞收藏一下吧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